歡迎收看大人話之 這個月中共有一場非常重要的會議要召開 原本依照慣例的話 該是在上個月九月份開 可是這次延後了 所以特別引起關注 這場會議就是中共第十八屆市中全會 那除了時間點有點異動之外 周永康的案子 會不會在這個權位上進入一個表決 這也是成為外界關注的一個焦點 那我們今天馬上進入我們的預言時間 所謂這個中共十八屆的四中全會 他的全名應該叫做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 第四次全體會議 哎呀好難念 過去好像依照慣例 他應該都是在九月份開 可是今年延後了一點點 背後有玄機嗎 預言姐 有 有 大家有玄機 我們先來跟 因為臺灣觀眾朋友對這個 所謂講到十四屆 十八屆的三中四中 都會覺得很奇怪 而且認為是中國共產黨 黨的開這個會 為什麼又是全世界引起關注呢 我們還應該跟大家介紹一下 反正他是中國共產黨的 全體的這個大大會 每五年一次嘛 然後完了之後呢 他這個在下次之前呢 他都有所謂的一中二中三中 就是你講的那個那個那個 全體的會議中央委員會 他現在中央委員會的 像十八屆選出來十八大的時候呢 中央委員就有兩百零五位 然後後補委員呢 有一百七十一位三百多位 所以這個他的每次從一中開始 在一屆跟下一屆之間 要開七次的全會 一中到七中 然後每次這個一中呢 絕對是在 比如說像這個十五十六十七 十八大結束的第二天就開 選出他們的政治核心的這個領導 然後二中呢 絕對就是在次一年的兩會之前開的 要選出他們的這國務院的 這個政務系統的這個領導 接下來這個每一個 每個這個一中二中 四中三中四中全會的中間 大概隔一年 三中全會絕對說是討論的 這個經濟議題 那四中全會呢 他就是把這個三中全會 他的這個重點這個內容 這大概相隔一年以來的實施情況 讓大家這個知道一下 那這次十八屆的這個四中全會 從我們講說 從中共他們的這個中全會來講的話 就是說歷屆的這個四中全會 都是在九月剛剛講的 只有在一九八九年 六四天安門民運 六月就開了四中全會 選出江澤民心的核心 然後這一次呢 為什麼放在十月呢 因為跟這就是從去年以來 我們講說習近平 他三中三中除了上面 他親自主持 講出深化改革之外呢 其實從十八大到三中 他主要要鋪墊 要講的一個就叫做 依法治國 依法執政 依法行政 然後從去八個月前的 十八屆的三中以來呢 他就開始實施了所謂中共的 黨內群眾路線的這個教育 有沒有這個實際上呢 就是他的黨內一個整風整四風啊 然後還是就是我們講的 他最注重的反腐 從這個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 一下打下來 因為這中間的話 他就是調查審理會比較長的一個過程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到了這個今年 基本上到了九月底為止呢 大概全部都OK了 所以他之前他就決定 這個就是整個的最適宜開的 今秋季節的十月二十號到二十三號 在北京住民的金西賓館 要開他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驗收成果 所以玉琳姐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嗎 三中就是定下來 這個未來施政的方向跟目標 四中就是來進一步核實 然後再驗收你你定下來的目標 有沒有執行 對對對 然後再看哪次可以這樣子理解 然後再適中的話 因為三中定的目標 適中要把這個三中定的目標 更全面展開鋪墊來執行 玉琳姐這一次的適中學會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他還藉由所謂的 我們講的中共建政 十月一號之前做了一個 我們講鋪墊鋪層 在過去這麼就是集中下來 因為我大概已經經歷很多 我覺得今年的鋪梗是過去從來沒有了 真的只有習大大會有這樣的一個做法 怎麼講呢 因為在這之前 因為從這個早在我看一個多月前 其實從九月初開始 我就接到北京的訊息 他們開始要針對十月二十號舉行的 這個十八屆四中全會 要營造團結和諧的 這個整個的民族復興的偉大鴻圖的 這麼一個圖像 所以呢 那像這個我們曉得 在這個九月之前有沒有 有關北京的 因為這個周永康案嘛 然後呢 很多的傳聞風聲 傳得最大就是說 江澤民說他去世了 然後呢 像前政政局常委的 賈慶寧 賀國強 還有曾慶紅 還有包括總理 前總理溫家寶 通通都被傳 他們家這樣那樣這樣的 好 結果呢 北京中央在這也不吭氣 連人家記者問外交部發言人說 這個江澤民 他聽說他去世道理有沒有 外交部都說 這此消息無法證實 結果呢 就在九月二十九號 真的習大大給人家不一樣 他們提前舉行的 國慶的音樂會上面 晚上在人民大會堂 那張照片 大家忽然一看 天哪 江澤民就坐在這個 習近平的旁邊 而且精神挺不錯 雖然瘦瘦的 而且像眼尖的 我們都認識 我就看第二排 雖然有的只有個後腦勺 就忽然發現了 李鵬 然後這個吳邦國 這兩任的錢文財委員長 然後像有問題的曾慶紅 賀國強 李藍清 都坐那 這個大家只是說 知道江澤民沒問題 三十號晚上的國慶招待會 更讓大家眼睛發光發亮 為什麼 這是中共見證 有史以來 那個國慶招待會 當然一看 除了 除了他們就說 現在因為在世的常委 我講 九十歲的喬 十年紀大了 八十三歲的郁建席 年紀大了 還有一月六四 就是被整下 他還在胡起立 另外還有周永康 這在岸 其他的退休的常委 全部通通 全部出席 國慶招待會 這在中共的這個 他們的這個整個 國慶招待會上是 是史無前例 不是罕見 是史無前例 我們來算 大家可以看 三位總書記 習近平 江澤民 胡錦濤 在一塊 然後呢 三位的這個人大常委 歷屆到現在 四位的國務院總理 朱鎔基 朱鎔基是堅持裸退 絕對不出現 蔡文昌 他都出來了 然後呢 也是三任的全國政協主席 然後 因為在營業會的時候 還有外界說 營業會為什麼沒有這個 溫家寶跟胡錦濤呢 是不是有問題呢 第二天天會被打臉 第二天晚上 一看中央電台 全國聯播 人家溫家寶 胡錦濤 特別是 我們看那個畫面 很有意思 因為我覺得 他就說 因為他營造個和諧團結 然後擁護這個 習近平的這個像 那其實有一些 我想朱鎔基 他可能他不是 心靈不是很喜歡參加 可是為了這個 團結和諧 對不對 拉個臉做的 只有好可愛的溫家寶 笑咪咪的做的 所以這個就是 以前完全沒有過的 他們在 那個會上面 所展現出來的行為舉止 大家都拿放大鏡在看 看說是不是有一些 弦外之音 我們用講的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我覺得要透過一段 新聞影片 大家去看一看 當時的現場 大陸這場 國慶招待會 除了國家主席 習近平之外 中共前總書記 江澤民 也現身會場 他的出現 也打破了 外界有關 他病史的傳言 邀請中外人士多達三千多人 包括李克強 張德江 俞正生等人 還有胡錦濤和李鵬 其中最受瞩目的 當然就是江澤民 由於今年九月起 不斷有消息傳出 江澤民因為罹患膀胱癌而病逝 而這個傳言 還是跟著江澤民的心腹 前政治局常委 周永康探污 被調查一案 一起流傳 如今江澤民公開露面 而這個時間點 又剛好是香港的戰衆活動 以及大陸國慶65週年之際 難免顯得格外敏感 江澤民 胡錦濤 還有習近平 我們講說三代同堂 是 玉琳姐 這三代同堂 他這個場景 他要告訴我們什麼 太多客要告訴我 第一個講 他說破除江澤民去世 這個謠言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就我講的是 從這個中文康案之後呢 打破了刑目上常委 所以呢 就是有關那些退休的常委 什麼賈慶林啦 這個溫家寶啦 這些是不是都有問題 還有曾慶紅 結果他現在全部出來 就告訴你說沒有問題了 因為這跟那個徐才厚啊 一定要擠到那個習近平身邊 那段畫面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看江澤民 胡錦濤各做一邊 那而且呢 他就強調 因為胡錦濤 他現在從他那個執政之後啊 實際上我們看見 已經有打破了 雖然他是集體引導 但是強調他最主要 他的權力集中在身上 然後呢 北京中央要傳出一個訊息說 因為現在面臨治國一個大的關口 要更的改革發展 所以呢 如果像以前那樣子的集體領導 叫做九龍治水 各之一灘 就會發生像周永康那種情況 現在要這個 金錦濤急著最主要的權力 來這個深化改革 而且呢 過去的常委特別是兩任的總數據 都支持他 支持他另外一個要傳遞這個訊息 然後大家也要傳遞訊息 就告訴大家 另外就不要再亂拆啦 拆我們誰哪個派哪個派 鬥鬥鬥鬥對不對 其實是才有鬥 但是呢 我就講在這個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大氣候之下呢 我們是絕對團結的 叫你們 痛得不要再亂拆了 所以換句話說 可以出現在那個場合的 都代表他們都是安全的 是的 對不對 都是好好健在 不管在政治上 或是健康上面 這種史無前例的鋪墊 氣氛 到底四中全會有什麼樣的看點 我們休息一下 一會再回來聊 去年11月的三中全會 通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 那麼八個月之後 要召開的這個四中全會 袁姐 習近平這次可以交出一個 量力的成績單嗎 他已經交出來了 那是不是量力 就是說各有解讀 我們就看就講 其實他全面深化改革 是個長的路程 在那個去年的18屆三中全會 已經開始講以法治國了 結果我們就看 在10月8號的時候 在北京 七位政治局常委 全部出席開什麼 就是他這一年來的 群眾路線 群眾教育路線 有沒有一個總結 一個大會 在這個大會上面 他就曬出了這個群眾教育路線 這個成績單 那其實他講群眾路線教育 其實他黨內的整風 習近平不是提出來這個四風嗎 什麼行事主義 這個浪費浮誇 而且他提出來要照照鏡子 整一關 洗洗澡 治治病 然後這個數字 我是覺得看見仁見智怎麼講 比如說他 他其實有這個去除這個清除全大陸 公家機關不能去這個公車 不能用公車對不對 這個總共公車 公公車 11萬多輛 我覺得這是很多嗎 而且據我所知 現在很多地方在私下通通公車 不管了 還有就是說用個人的 用在個人的私利上面 還有一個他講就是說 抓這個工想 就是空的那個工想 明明之外這個工想 總共就有16萬多 然後最主要他習近平在這個大會上面他講了 哦 那個話好長一篇了 我散了一下前面都不用了 就講後面 還有提出的洗八條 就是呢 這個我們當然不能對這個目前致滿 而且他強調就是說 他對那些犯了錯的反腐的貪腐的官員啊 他覺得是恨鐵不成鋼啊 所以他強調就是說 這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結果 成果出來了 可是呢 就接下來的話 他提出他的洗八條 又是官員要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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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之類的 總是就是說呢 然後由這個黨風 總共八千三百萬黨員哦 你看他這個這個群眾路線教育 從他一開始的審部級 到最後達到這個縣這一級 而且十月八號 那個是電視視訊會議哦 就除了中央的各個主要機關之外 連縣的還有武警團隊的 都從電視上聽習主席的講話 所以他認為呢 就是說這十八屆的三中 到十四屆的四中這八個月裡面呢 他覺得他最亮劇的成績單的這個 實際上就是他 群眾路線 群眾路線 中共黨內的整風 他覺得至少有一定的這個效果了 講到那個黨內整風反腐 他反腐強度非常大 超過以往 三十四個省部級的高官被查 是 那想當然了 因為已經有一些名單公佈了嘛 那被查之後不就有缺額嗎 中央委員就有缺額啦 那接下來 四中全會上面的另外一個重點 是不是人事上面會是一個重點 今年四中的看點 時間點我們講過了 然後要討論的議題有沒有 那當然重點還是那個依法治國 還有這個反腐 其實外界關注 還就是他的是不是有高層的 第一個高層人士的這個宣佈 因為在這個二零零四年的那個 那個十六屆的四中全會上面呢 就公佈了胡錦濤 接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全退 對那這一次的話呢 那我覺得如果說有就是中央高層 應該是沒有 因為好像都接好 對對對 就是講了就是說 就是所謂的中央委員的地步 因為在這一年當中呢 兩位中央委員 原來這個國支委的主任 蔣傑銘 還有那個公安部副部長李東升 他們是中央委員 落馬了 另外三個中央候補委員呢 廣東市委書記萬慶良 還有那個四川的成都的 成都市委書記李春成 另外還有中石油的副總經理 王春申霸 所以這次呢 只要地步兩個中央委員 那按照 因為他們中央委員 跟中央委員是205名 中央候補委員是171名 那就是中央候補委員 得票最高的是排在前面 那現在排在前面的 一二位的呢 就是那個中央候補委員 第一個就是現在的統計局長 那叫做馬劍棠 然後第二個是他的那個 宗教局長叫做王作安 所以估計這兩位 會在這次四中全會上面呢 被宣佈逮捕到這個中央委員 這個叫做人事逮捕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一個 大家還是最關注的看點 反腐 周永康 因為在九四年的 一九九四年十四屆的 四中全會上面呢 就是宣佈了當時的 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彤 把他整個開除黨籍 政治局委員什麼都開除 然後正式移交 檢方司法審判 那周永康在今天六月的時候 不知道他現在只是黨內 中紀委在調查他 還沒有沒有給他雙開 不過應該他現在公職沒有了 就是要開除黨籍 然後呢就是要政治交由 司法審判 估計在這次的四中全會上面呢 應該會做這樣子的宣佈 而且他這樣子 習近平也就是告訴大家 就是說呢 我們一方面 司中全會 這個反腐的一個力度 進一步的宣佈 還有呢 依法治國 就是告訴所有的 我既然打破了 刑部上常委 而且這個法 只要有法在前面的話 包括我習近平本身 只要是我 或是我的家族等等 犯了法的話 現在就是呢 全面依法 那所有的政治局常委 我想哦 國慶全部出來了 就是有個周永康處在那邊 大家是是是都知道 但是有點我想啦 會讓他們安心的就是 習近平現在也告訴大家說 除非有什麼政治鬥爭好了 不然你們的家屬 那些那些的情況 我就不會再追究了 所以這次 就我們再如果回到這次的三代同堂 他要告訴黨內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這麼多黨員 好 我們看好現在中共 現在有八千多萬黨員 那其實這黨員很多時候 在一般的基層裡面 真正對他政壇核心發生的事情 其實並不知道 就像我講說 那時候盛傳 外界傳 江澤民去世的時候 我很多的大陸朋友 都微信來問我 說嘿嘿嘿 所以他要告訴黨員 因為他這一年的整封 老師講 雖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也有些負面影響什麼呢 造成現在各地的官員 都是什麼事都不敢做 然後謹小慎微 只要我不做事情的話 我就不出錯 那你想要想要這個這個官 他這方面政治想要往上發展 就不行 所以他是要這三位總書記 同堂 第一個當然就是告訴大家 其實習近平也要告訴他 所有的黨員 我是依照了毛澤東 鄧小平 江澤民 胡錦濤 一路而來的 然後黨內的整風 只要是你沒有做壞事的話 請安心 絕對不會有問題 然後告訴你 我們的高層領導核心 都能這麼樣的團結 不是之前有盛傳 就是什麼江澤民跟胡錦濤聯手 胡錦濤跟習近平聯手 鬥江澤民 這些要員都不是的 連我們高層都這麼的團結 所以各個黨員幹部 你們要放心 因為可能是習近平 他的整風的力度非常大 非常大 所以就引起了很多的揣測 因為包括我聽到一些傳聞 什麼大家要擔心的是 習近平可能會被暗殺 然後什麼習近平的權力 是不穩的 什麼內部的 包括習近平出訪印度的時候 他們的軍方 解放軍跟那個中印之間 發生了一些摩擦 他就說 這是在給習近平好看 對 你今天你講這些名字 這些傳聞 我通通都聽過 那正好我們講說 他絕對是子虛烏有 包括現在 我還是聽就是說 在北京所謂的中南海 說他們那七個常委 其實還什麼各有 三頭互相都來都去 是中共的內部的權鬥 絕對不會停止 但是至少現在有點 可以肯定的 習近平他確實是 好啦 我想我自己認為好了 從毛澤東以來 到現在領導 他的毛澤東那個時代 他的那種 那種個人權威 不用講 可是現在習近平 他實際上是超過毛澤東 跟鄧小平 他的個人那種威權 那種領導 是 而且能夠在這麼短時間之內 我們要這麼講 過去的 尤其他在軍方 現在樹立整個的這個權威 才江澤民 江澤民主政的時候 他用了六年的時間 他才能夠在中央軍委會 算是站穩了 胡錦濤的時候 也用了三年的時間 我們看看習近平 從十八大到現在 是多久的時間 他能夠整個讓中共的 所有的這個軍隊 然後這個包括這個武警 誓死全力效忠 這確實是 他很不簡單 令人敬佩的地方 而且現在北京就講 對外的一致口徑 就是說 因為外界有這樣的批評 說你如果再造成 一個人的極權怎麼辦 那北京現在對外的宣傳都是講的 非常時代 非常時期 要用非常這個手法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要深化改革了 所以呢 習主席 他這樣子比較極權 包括身兼四個小組的組長有沒有 還有那個國安會的這個主席呢 這是應當的 只有他這樣子極權來做呢 才能帶領中國大陸 進入下一步的深化改革 那他為什麼可以辦到 因為短短從他主政 接下政權之後 一直到現在 時間那麼的短 他可以辦到的關鍵在哪 是因為集體領導制 從九個人變成七個人嗎 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 包括民主 你問我這個問題 我們世界每次都大陸 我們朋友之間 大家都在這個討論 包括中共內部 他們自己很多人 都想不到說 習近平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能夠這麼樣的 就是把權力整個給集中起來 只是說他個人的謀略之聲 而且他也之人善用 而且畢竟他既然是一個掌權的話呢 他就能夠善由他這個 這樣子的掌權權力呢 我在位的你要聽我嗎 你跟我對著幹 OK 周永康薄熙來是最好的一個 一個接近 就軟硬兼施 對對對 權力的手腕很重要 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來回答網友的提問 10月底中共將會舉行四中全會 一般預料周永康的案子 會在此了結 我們的網友就問了 周永康案在四中全會 如果有結果的話 下一步習近平會對付誰 宇彥姐 這麼講好了 我們觀看就是他的國縣的業 不要講業會就是招待會上面 所有說全部這個露面 而且有問題的 包括我剛才漏講了李鵬 對不對 他們那個家族 那個電力公司 我要追的話還得了 比那個3CY還大 他所以為什麼全部出席 而且每個人都給你個近距離 近距離 實際上就是習近平 我想他一定是私下就是說 這些常委 大家都達成默契了 我們從現在開始 就是一個黨內的高層 團結的一個形象 然後來面對生化改革 只要你們不要再像薄熙來 周永康那樣子 要給我搞什麼權力鬥爭的話呢 那你們的家族 有些什麼樣 這樣那樣的呢 我們通通就就到此為止 一筆結束 如果如果 但是習一方面 還有什麼在這個 這一次的十八屆 四中全會要強調 依法治國 依法執政 依法行政 而且就是說 你要達到這些 其實司法公正最重要 習也是要向中共黨內 從上到下 所有人告訴你們的話呢 我有個法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們還要想妄動的話呢 那對不起呢 我還是照常來拜你 所以問說習近平要對付誰 他沒有 因為最大的那個 那個周永康的麻煩已經下去了 除非要我想 有這個其他朝委 還是不死心 今天要想要跟他對著幹的話呢 那就逼著習近平要再對付誰了 畢竟他已經有全民的力量 對不對 又有法在那個地方 又反腐在那個地方 穩固了 穩固了 真的是穩固了 最近也可以解讀成 市中全會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講 整風告一個段落 那他告訴黨員以後我要重新新的一個開始了 這有兩個方面來看 整風不會告一段落 只是說他這一年以來的一個成績單 群眾的教育棟先塞在這裡 如果以後他發現呢 怎麼黨內這些問題 而且我們也知道他所謂的形式主義啦 這個奢米其實是還有的 只是大家收斂了 所以告訴你死灰富然的話呢 我還會繼續再整下去 這是一部分 那如果講了 就是我們講的那些最高層核心的 常委之間的那些的爭動呢 是暫時告一段落 只要你不動手 我不動手 大家都不動手 那只要動手的話呢 因為習現在畢竟他擁有很龐大的 民意的支持力量 還有法在他手中 所以那還會繼續下去的 我想這些常委應該也不是這麼傻瓜嘛 因為我們看出席的那些這麼講 我就在講了 除了胡錦濤之外 胡錦濤是很磊弱的 吳芳郭他也OK沒啥事 那其他的 像溫家寶笑咪咪也笑得最開心 有關他的這個團員 對對對 基本上都沒事了 可是習近平也告訴這些高層領導呢 你們要自愛 決勝自愛啊 習近平一直在講所謂的依法治國 可是其實大陸的法律體系算是完整的 重點應該是在有法可依 可是他卻不依 有法不依 所以實際上未來的四中之后 雖然他絕對會要強調各種的依法 可是我們知道特別是地方有沒有 像我現在自己到大陸很多的地方 我還是發現越是下沉的 越是偏遠的 他這個有法不依的現象 搞這個個人勢力的越嚴重 所以我想接下來下一段呢 這個也是他要主要整治的這個目標 就像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這種風氣啊 依法治國的一個成功關鍵就是 司法要能夠獨立 黨員官員要能夠守法 更重要的是共產黨要願意守法 改革是需要堅持的 習大大加油 我們謝謝余燕姐 謝謝 明天繼續大日花祭